櫻母外博恩 從小我就對我的竹母有很深厚的感情 她生前就很喜歡一些中國傳統的布料的衣服 比如有一套她最喜歡的男硬花布套裝 因此也激发了我的一些创作灵感 同时我也展开了很多研究 这个传统的南樱花布是源自我们中国一千多年的技术 但是现在有一点流失 我很想在这样的布料和技术上去做一些创新 就开始在中国寻找 会做这样南樱花布的手工艺人和做法 我们也走了好几个村庄以后才找到 几个手工艺人始终保持着很淳朴的制作 南樱花布的担扎 我找了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都没有人接着做传统的手工艺人 是的 我喜欢这个南樱花布 现在它面临起来 对 现在做得很爽 其实这个南樱花布制作很复杂的 古代很普遍的 大江南北都很普遍的 电缆蓝色都是手工的 它首先把布剪好分段 然后把布用清水打印把它捅好 再开始要硬花 硬化的就是用石灰跟黄豆粉 成一定的比例以后 刮浆 刮上去 刮上去以后晾干七天左右 才能蓝色 它就是刮到那个贴笼汁上面 就是放到蓝缸里面 蓝叶里面就是浸泡五分钟 蓝后拉起来 空气里面氧化五分钟 蓝后色以后就是把它晒干 再把布拉松 把上面这个石灰跟黄豆粉刮掉 刮掉以后清水调解 调解以后再晾干 哇 天哪 就这个黄豆 哇 真的是黄豆 哇 好的黄豆 这真的是黄豆 所以我们这个原材料都是很原始的 就是整个就是 纯天然的 纯天然的 而且很香 然后在整个桌房 工房里面的整个味道也都是食物的味道 特别香 黄豆粉自己加工 自己加工 自己加工成红成粉 不这样用手就这样下去 所以整个它就是有这个牛皮纸的花板 也是手工雕刻出来的一个花板 然后用那个旁边的这个姜 这个姜就是黄豆跟那个石灰磨成的那个姜 最后加了水调成的这个姜 我们其实也想过去创造我们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个花板 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那个兵纹更手工更加艺术化的一个创新吧 好几年以前 他说这样做就是要整块瓣的 我想他从来没做过 那么后来你就理想出来了 整个的这个姜是个黄豆的那个石灰的那个姜 这个是黄豆跟石灰的 然后刷完了以后 现在所有的兵纹 这个又真的很难刷 这个真的是很难度 真的很高的 就这样这样做出来 对 就比较自然一点 嗯 又是这样做出来 它就好像在一片瓶瓶的那个布上面 然后整个就捏起了很多艺术式的罩子 然后那个罩子就形成了很多不规则的纹路 然后纹路这个弄完了再放到水里去缆的时候 它就整个就出来了 就是去缆了以后 出来上干了就像刚才我们的拉的那样 我觉得这个细节特别好 整个的这个布就是这么形成的 好的 好看 特别美 特别美 它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冰纹啊 刷完了出来以后就呈现在这样 这里面每一块地方 每一个区域它都长不一样 你看它其实整体上的布就跟一幅画一样 就是我整件衣服做出来 整件衣服它也是不一样的 是特别好的 因为整个的这个过程 对 它就是一点不规则的 是 因为整个过程是 呃 我们这边一起去研发了以后 去全手工制作出来的嘛 所以整件衣服出来 它就是跟一个跟art painting一样 然后这样的也是比较好的 这个 然后他到时候那个师傅那边抓皱的时候 去师傅就说看他抓得好一点 抓了 抓了 结露了 这些橘子的一条 OK 这边还有个白色 嗯 嗯 我觉得是很多的细节是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的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其实是通过用美学的方式 其实是把我们传统文化的 不管是飞路 还是舞似文化一场 它其实都是给它一个 给予它一个新的概念 和一个新的灵活 让它也可以持续 从小我就耳鲁木兰 祖母和她那辈女人们的手工艺故事 他们身后的传统与价值 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挖掘 也不应该被时代所遗忘 这次我们用一种新的方式去呈现他们 将南映画布纳入了我们 分成王的设计语言 在可持续发展和环保面料 还有服装设计之间 也建立了一座桥梁 同时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看到 并且重新认识到这一股脑的记忆 希望我们的未来可以做更多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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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